天哪,挑战半辈子第一次尝试短发后 变化太大了特干联利落有气质 建议收藏 开车两小时啊 那不就为了美吗,是吧 一方面就是想改变一下 就是不想扬唱的 我因为头发也是 有先知没有,到哪个长度 没有 我相信你来的 你都是 我耳朵说了,告诉我 就是听说的知道 听理发师的 让我不能听我的 我的意思是啥呀 四十多岁,正是好年龄 你要重新认识一下自己 是吧,重新换种心情 之后呢,把整个头发做完之后吧 显得特别精神 有点气质,比较干练型的 你今天出这门口,回到家以后 就完全让他们不认识你 是不是 这趟你来汤山体验 改变发型,没有白来 可以 可以,真的是第一次 因为在我印象中就 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转发啥样子 真的 都扎这么些年,行上那卷 对 因为每到夏天就是底边扎一下 上面是恰的一碗 哦 也该解放了,是吗 解放它吧 把我也解放了 把你解放了 你说这么多年还没剪过短头发 咋想的 知道的 他们都说我不好看的剪头发 都说呀 嗯 嗯 天天我还想反悔了呢 想反悔啊 嗯 嗯 反不反悔都是,都是你的事儿 反正 自己也是你,仇也是你 天天晚上 嗯 我还都打视频 不许 嗯 够想着你换我心情嘛 干脱以后是炸的,是吧 嗯 是不是 是 这么多年呢 洗完头发以后哦 吹风之前抹上点护发精油 炸的话头发都能缓解不少 我这个卷是很那个的 很翻人的 嗯 所以说要不打出来 卷太翻人 嗯 洗完头 嗯 没顺头啊 那啥子 我有点不敢相信我这头发 吹风之前 抹发精油 2-3滴 抹到这个 发中 还有发尾 这个时候你吹干了头子 不毛子 没小精油,19块9 可以 是吧 我只是没能偷的时候 我一直举荐我儿子也用这个 它是你的头似的都挺长的 那种 我说一下是 它特别毛糟 所以说你用点小精油 一浆灶一吹干 还有鞋 还有质感 灰了没 嗯 不会 找你自己 吹干了 好 你看你之前头特别毛糟 这会吹干了 你得看一看你的发质 是不是 是 和你正常的发质 没抹之前一样不 不一样 你自己摸一摸 真的不一样 是 是吧 所以说 背一瓶小精油 特别重要 之后你们有需要的话 把链接放在左下角 把你们自己下单就行了 是不是 是 自己感受吗 每份洗完了 它一干了 你脑袋看着都不 看着就是炸的 是吧 这个吃完不炸了吧 对 19块9 是不是 能解决多大问题 你想一想 好东西 嗯 发型挺好吧 挺好 没你想要那么丑吧 哈哈哈 真的 剪完一个短发 好看的话 真是能给人带来自信 是吧 有事 这是你给的自信 不叫一样 我从来没想过剪短的 是吧 这真的 这是 大老师 没进你这部间的时候 真没完美看看 嗯 没动我那天 我一看我都让他们看 我成英雄来上 英雄就美了 我一看完 我都让他们看 你看你头剪多好 嗯 没辜负你都行 大老远的是吧 这么远 相信您来了 圆梦了没 圆梦 你认识自己了 嗯 满意是吧 满意 满意点个赞不在 点赞 之后你们有需要 互发精油的话 我把链接放在左下角 那些不在哪里 嗯 还可以看到 那些不在哪里 大小的 放在哪里 下面 如果 成功